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激光小师妹 上期我们聊到板材可以智能存储在仓储料库中 那么当遇到生产计划时又该怎样操作呢 那接下来就轮到大足AILO系列全自动上下料系统闪亮登场 这就是大足AILO系列全自动上下料系统 当用生产任务时 AILO系列生产线可以通过产线智能调度控制系统 自动分配生产计划 用上料预下料不间断给切割机自动上下料 实现多台切割机连线全自动生产 不仅如此哦 它可是多功能并举 比如料库补药台具备冲重限高功能 可以防止员工操作失误 确保安全迈入自动化 同时呢 单个吸盘独立控制分居灵活 适应客户更多板材规格浮面 说了那么多 那整条自动化产性的运行效果如何呢 效率又如何呢 让我们来听听客户的声音吧 我们跟大洲的配合呢 合作呢 大概是在零五年开始 我们都许从这个 这么多点来的设计 我们目前来说 我们太极节的主要是针对于我们一些 活板类的加工 就是这个三个米下的 活板变成 第一个优势呢 当然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工艺的改变 我们这一份中间装备改造以后呢 我们就省去了中间的很多工艺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它在这个生产走出的过程中 这可能给我们精细化管理这块 可能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工具和硬件这方面的配合 那从下的这一刻的话 因为你中间省去了很多的一些重建 这个这个环节 把我们从开发了 我们这个开关我们设计 这个东南对这个产品的设计的难度 就降低了 所以说这个平起来讲呢 就是我们几个30% 也是初步的 在我们前来测试 目前现在正在切割的这些零件 是我们车型里面的侧门和后门 就是门的一些门皮和蒙骨架之类的零件 我们这一次最大的一个转变 有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采用了激光断板 然后自动进入料库 我们在这一环节里面是 全部是无人操作是自动化的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用了 大足最新的这个HF机型 对我们切割的速度 包括我们切割的这些质量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对于质量的稳定性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我们做项目的更多的是相互能够成长 在这种过程中 大足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 这个在方案上面研讨 技术上面一些给我们很大的一些帮助 那么也是希望我们 能够重价的合作中的深圳 在一些具体应用上 大家能够经历的去拓展和项目成长 哇 客户对咱们大足智能切割生产线的评价可真高 好的 以上就是中级车辆 粤港澳大湾区 乡市车灯塔工厂 智能切割下料生产线 整条产线高度 自动化 数字化 轻松开卷下料 高效智能 你看明白了吗